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子頭來到六百塊整數關卡 右上角的成交量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五萬三千一百零二張 這個量有多大呢 如果以成交金額來看 它是在今天整個大盤 所有成交量的10%以上 這一檔個股至關重要 等會好好來做解讀 好 在今天邀請的來賓 邀請到財經所助理教授 謝晨諺 阿光好 大家好 資產分析師陳武傑 正念好 大家好 邀請到財經系助理教授 朱月忠老師 大家好 金融培訓協會理事長林昌昕 阿光好 大家好 資產分析師豐開平 阿光大家好 資產分析師王榮旭 大家好 好 今天一開始 我要帶你來關心台北股市 在今天大漲超過三百點 特別是三大法人呢 我們來看 三大法人一舉買超了超過三百億 但比較擔心的是 投信中止連十一滿 再度土陽對坐 但外資買很多 外資狂敲 大買超 外資買超的金額 竟然高達兩百七十九億 我們都會來解讀 到底外資買什麼 好 特別是台積電 領軍在兼工上六百 讓台股大漲了三百九十三點 是重要的功成 那當然我們等回來解讀 它的法說會 以及後續的效應 不過還是先請昌星大 我們來看 下週的盤勢 關係到下週台股漲跌的 重要關鍵事件是什麼 我覺得今天的盤面 其實大部分的盤 大輔票都有漲 那鴻海就是一個 那MIH下週一登場 已經法人連續買了三天 所以MIH有機會 下個禮拜一留意MIH 對 相關內地 現場要說什麼 對 第二件事 高盛 高盛的財報 其實美國現場已經公布了 不錯 高盛也不錯 預估十塊錢 國內的市場就怎麼樣 利率如果往上調 國泰金中信心 今天有找 這個土耐金 就在反應 高盛財報 第二件重要關鍵事件 第三呢 第三這個就可能比較是 比較偏空的 中國有沒有GDP保護 然後路透社說怎麼樣 可能會回落 可是我跟大家講也不用擔心 中國市場的這一波 這些武林類國還是很強 雖然很多利空 可是中國還是很強 所以我認為這一波的利空 可能已經修正到這個禮拜 下禮拜會反彈 好 這三大事件 會關係到下週台股的表現 禮拜一MIH 以及中國第三季的GDP要公布 而今天晚上請您留意 高盛財報 好 不過也因為 現在市場樂觀氣氛瀰漫 所以外資大買超 剛才到買超了279億 我們來看看他買了什麼 台積電 聯電 公公台積電買三萬三千張 台積電大家知道 今天大概就貢獻兩百多點了 那兩百多點嘛 對不對 如果說以八塊來算兩百多點 貶數貢獻兩百多點 對 貢獻兩百多點 產家金額貢獻10% 是啊 那再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聯電 為什麼 因為外資一直賣 一直賣 我就等他什麼時候買回來 剛好今天開始 他就買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落底訊號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看 這邊如果切完有沒有 一路狂賣 從這邊我們看到從72開始 一路買 賣到今天 有買轉賣 雖然不能說直接不宜轉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至少底部已經先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金元雙雄的 打底就是有機會 好 那我們回來看 除了金元雙雄值得關注之外 但他買了不少的金融股 也要特別留意 包括星光金 國泰金 台新金 還有在10米以外的中信金 所以他金融買很多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美國有機會提前升息 可能在明年的年中有機會 所以金融股有利 他也進來買 那面板他買了全創有的 這應該是在抄底吧 對 這就是疊太深在抄底了 但是我覺得特別留意的 真的就是鴻海 為什麼 還有國泰智的電動車 對啊 結果這樣 這個就是說如果各位去看 A股的這些所謂的電動車 不含銀德時代 最近又擋起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說 電動車之前正好不是講 電動車絕對有機會 機會很近 馬上又來了 所以我覺得鴻海這邊MH 可憐有做出成績來 你看 這個有V型反轉的可能嗎 有 這有可憐 而且這邊其實打了雙腳 一機 兩機 很可惜這邊有破前面 可是這邊開始買超了 我認為就有機會 好 所以下週的盤勢 各位怎麼看 下週的行情樂觀舉圈 比較擔心或比較保守的舉差 請舉牌 我們來看到 1 2 3 4 5票缺 1票差 容許為什麼舉差 就指數的角度來講 我認為在網上的時候 你看上面一條月線 再更上面一條季線 月季線這一個反壓 我認為要過沒有那麼簡單 尤其是成交量 今天你看成交量 只有2800多億 漲快400點 2800多億 代表什麼 還會怕 會怕 因為你拉這一根 但是中小型股沒拉 所以下個禮拜 我認為比較有可能的走勢 就是說大盤指數 我認為網上的空間不多 但是可能會由中小型 電子股來接棒 為什麼 因為底部1萬6千點的大關 已經守住 大家就比較不怕破底 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大家比較敢買股票 好 不會破底 但是容許的看法也不會大漲 但我們現場除了容許之外 全部都是圈 武捷為什麼舉圈呢 所以原則上 到了這個地方 武捷用三個角度跟大家談 天使地域任何 怎麼面對第四季行情 首先第一個天使的部分 我要強調 就是今天的場合 我覺得是個確立 在昨天以前 10月14號以前 我說就是只缺利多消息 因為在這段時間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利空 就是利空一頭落骨 對 然後什麼一下飛來橫貨 一下美國公債上線 這一堆的利空 像CPI 油價 通膨 都沒點 所以大利空下面它沒點 所以利空測出了一個底部 測出了底部 再來的話其實我們從整個技術面來看的話 台北股是從今年的7月15號 見到高點之後 它其實走了一個ABC的修正 然後經過一個反彈之後 回來打第二隻腳 而且這個其實是一個底部成型的結構 配合的利空消息 再加上人和的部分 我覺得人和的部分其實是這幾年 但是剛剛容許說人和不太夠 他說量不太夠 我覺得這個地方就是量的話 其實它是一種相對論的概念 特別是我們其實這幾年 對於股民來講 它其實都會認為說外資 外資是一個我們很重要的觀察指標 但是其實從中美貿易戰之後 鮭魚潮回流 我們其實觀察到就是說 外資其實在台北股市裡面 它的力量已經是四位了 其實有點像是最大的一個賞戶 特別像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從10月份開始 當台北股市來到了 所以就是外資買賣超是不是 對 它的賣超力道 1萬6500點 各位已經走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 外資光是在10月份 它賣超了將近950億 但是它賣不下去 賣不下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 外資一路賣 都沒有把指數給賣下去 對 所以 就代表這個底部很紮實 乳酪已經被誰吃走了 我想這個是個很明顯的案例 所以說面對第四季的行情 就是把信心拿出來 好 所以這是伍杰看多的理由 不過我們回來談 剛剛竟然談到了外資 外資在今天大買超 買超了279億 但伍杰說外資只是個大散戶 真的如此嗎 但是它是好家的散戶 它是手腳很粗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土洋對作 我到底應該看外資跟外資 還是要跟投信 我認為這個大部分的 中小型的股票 應該是要跟投信 因為投信它的一個操作 比較具有連續性 外資這裡面其實掺雜著阻力 所以其實外資的一個操作 我認為只要看大型股就好了 大型的全子股 它是買真的買假的 它其實就是操作全子股 來控制大阪 因為它做棋子 所以小型股 其實外資的一個操作 我認為就不用太過參考 你看我們舉漢蕾為例 你看漢蕾的股價 其實它是盤間往上 但是你看投信它買 它就是連續買 它一開單它就連續買 買到它不想要 買到它就是想要獲利為止 但是你看外資 一下子買 一下子賣 一下子賣 你如果參考外資做漢蕾 你都拔來拔去就好了 今天最強就是漢蕾跟智元 智元爸爸在這裡 今天長型版 所以智元這個股票就是 也是很明顯 這是投信 投信這個咬死的股票 投信都咬什麼股票 咬這種 其實它是有題材面的 譬如說像IP 像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這個都是有題材面的 而且它是連續性的買進 這種股票其實到最後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軋空 導播幫我們放出漢蕾的一個K線之外 下面放出這個券值筆也好 或者是融券融資的一個變化 都可以看得出來 好 那不然我們看融資好了 你看融資 你看股價一路漲 然後融資一路漲 所以這個是比較明顯 你為外資你看不出來 那一下子買一下子賣 但是我們很明顯看得上 融資是一路賣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融券 這一檔融券 對 因為就是有人就喜歡 就是看這種股票不順眼你知道嗎 融券這樣看好像看不出來 但是我們看 是融券半康 半康 然後是增加的比減少得多 那我們這樣看不出來 看券值筆就知道了 好 來看券值筆 券值筆這一檔股票應該是五成多 你看52% 52%其實很高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你有時候空不到券 你現在去券商放空 這個券其實是很少 真的能夠放到52%的這個股票 真的不多 所以我們回到風格來看 換句話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操作中小型股 你要看投信 要看投信 那這幾檔股票其實 像智原景碩 對 智原景碩 這東西投信做的比外資厲害的股票 所以都是投信任的 大鴻也是 經驗也是 不過這個鴻海我認為就外資 因為投信他雖然買 但是這一波投信買的比外資多 外資是這兩天才開始買 但是我認為投信在這個地方買 鴻海有點負盤的一個味道 因為其實過去這兩個禮拜 大盤在跌的時候 我看投信買股票亂買 什麼叫亂買 就是一籃子的買 一下子買電子 一下子買金融 一下子買傳產 但是他都買全職型的股票 那這代表什麼 其實他在戶盤 所以他前面不是買鴻海要來賺的 其實他是要戶盤的 那因為鴻海這是大股股票 這個要外資來買 他才會漲啊 所以你看他在前面 投信你不管怎麼買 他就是沒漲 直到什麼 直到外資沒有賣 開始轉買的時候 開始就漲了 所以大支的股票要看外資 中小型的股票要看投信 好 那我們整理的就是 投信和外資對不對 我們看到很多個股是靠投信 撐上來特別是中小型 那如果從融資的角度來看 我們整理融資減投信買的個股 那這些個股呢 這個就真的就是軋空手 因為其實正常來講的話 這一波行情沒有所謂的軋空手 因為大家手上都有股票 都套牢啦 你只要有股票都套牢啦 那什麼股票會有這種 就是說融資賣掉 然後投信買股價又漲了 其實不多耶 我認真找不到幾檔 但是這幾檔股票 我認為大家真的可以留意 我先講第一檔借鱗 借鱗你看這投信買 然後融資降 大減 大減啦 36%怕西漲 但是你36%的融資大減 但是股價有沒有跌 不但沒有跌 還收復所有均線 然後這一檔股票 我認為它可能是 這個季漢磊之後 第二檔可能會軋空的 中小型電子股 是由投信來發動的 導播幫我們放出借鱗的K線 好 來 5285 對 一樣放出它的券支比 或者是放出融券就好 我發現最近融券 很喜歡空這一檔股票 一路增加 但我們剛剛看的融券 是融資有沒有 這是融券 你看融券是增加的 但是融資我們剛剛看過了 是這樣的 所以它的券支比 已經升到20幾% 25%左右了 所以這種 這種大概就是說小時候的那種漢磊 好像你一檔往上加 小時候的漢磊 對 這種如果往上走的話 也不得了 這檔還會大就對了 我認為這檔還會大 因為為什麼 它做什麼你知道嗎 它這個台積電概念股 今天最多的是台積電概念股 但是沒有人注意到這個 我都不知道它在做什麼 它在做車用電子導線架 車用電子晶片導線架 現在台積電不是說 第四季要農用產能 要來做什麼 要來大量的做電 車用電子晶片 車用晶片的話 就是要導線架 那個晶片旁邊不是有一根一根的嗎 很小根 那這種就是導線架 所以其實台積電業績好 其實做這種車用保線架 這一檔還會發育就對了 我認為要發育 我們回到風格來看 除了借鄰之外 強茂心全 強茂心全 其實這個都跟車用有關 這個都跟車用有關我就不多說了 再來的話像金箱店起鴻 金箱店是前面投信賣掉之後 又重新買回 因為缺電那時候 對 那個時候缺電 表示就是說它的利空 已經反應告一段落 所以重新買回 重點是它股價有整理 過 股價有整理過 頭信又重新買回 融資 因為它整理過程裡面 融資減少 代表怎麼樣 融資跑掉了 那要往上拉就比較好拉 這一檔 這一檔安吉 這一檔不太一樣 你看這個融資 這一兩天雖然有增加 但是它沒辦法 把安吉的K線放出來之後 把這個時間拉長 然後看融資 拉尾盤今天 拉尾盤 這支很強 接下來太陽能的股票要注意 你看這融資其實 長期都是在低檔 所以這一兩天增加 我認為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它的融資總共才幾張 6000多張 但它成交好幾萬張 所以這些6000多張的融資 對它來說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但是我們再把它換成 投信的一個買賣鈔 就可以發現這個股票 因為我們覺得說 太陽能的股票 其實業績都沒有很好 對 投信都沒差在做 而且經常擔心一月行情 連續賣三天 投信很少是這樣做的 我講過 投信不開單 所以開單都連續開 而且它會針對同一個族群 去擴大它的戰線 所以太陽能的股票 下個禮拜一定要注意 好 所以我們是不是跟著投信選股呢 選一些中小型股 下週的選股方向要不要落在 投信持續買超的中小型股 認同的給圈 起舉牌 投信買超的股票 是不是下週的選股方向呢 1 2 3 4 5 6 6票圈 我們一起五節帶我們來看 那跌身的股票 水到一半 總是有等到它漲的一天嘛 我想大家都打過麻將 這個麻將有時候很背的時候 最後一把總是會贏的時候 你說這是北風北 對 北風北的行情 那我們就來談這些 追到極點的股票 這一波的反撲力道會有多強 OK 今天我想最精采的 當然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的領先當然就是 先進風裝測試 你看以今天系統級的風裝 日月光來講 本益比不到10倍 好歹也是風裝廠的 世界領導廠商 本益比不到10倍 好 那還有像這個 精采也是一樣 跌了39%波段 這個算是比較高一點 但它是屬於這個 晶圓級的風裝測試 它本來就有它 比較高的這個本益比 所以它們其實都是 相當弱勢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機會的 跌得更慘的是 敦泰跟天域 都跌了超過五成了波段 這個真的也是 很多人心中的痛 但是你說它們沒有基本面 它們基本面 其實相當好的 各位你要知道就是說 對於整個這個面板 控制在一起來講 目前傳出來 可能整體的漲價趨勢 會到明年第一季 也就是說什麼 巴菲特常跟我們講 就是說一檔股票 如果你沒有打算爆它10年 我跟你講10秒鐘都不要擁有 你對台灣投資人 千萬不要講10年就兩個字 所以我說至少半年好不好 台灣投資人三天就是中線 好 來 我們來看敦泰 EPS估計今年有35塊 所以以這樣的評估來看 本益比也不過只有4倍 天域的EPS估35塊 本益比大概是5.3倍 其實都是低本益比的 各國益比很深的 基本上它們都有高值率率的概念 那元宇宙概念股呢 好 元宇宙概念股 我覺得它其實就是在虛擬實境 它所帶動出來的整體的概念 不管是VR也好 裸體這個3D 視力也好 機價也跌了3成8 立台跌了4成6 這個跟板卡有關 板卡 然後這些顯示卡的部分 它們其實都是在整個 虛擬實境它必須要運用到的 高階顯示卡的部分 那本益比真的相當低 好像這個立台 今年可以賺到10塊錢 那目前股價才在60塊 本益比真的是相當低的 所以吳杰你認為這些股票可以買嗎 對 都是可以買的 是強短嗎 不是 我就是可以超低買進 可以超低買進 對 所以跌升的股票 你認為可以超低買進 特別是本益比低的個股 好 在今天我們從開場到現在 不斷談台積電 一定要好好來談談台積電 台積電昨天這場法說 會讓所有的法人經驗 回應三星鳳化超車 昨天魏哲家話也講得很嗆 他說2奈米會成為2025年 最領先的技術 也就是說三星我不怕他了 在2奈米他跟我沒得拚 外資最高目標價 現在已經調高來到了1028 所以楓總來談談 台積電昨天這場法術會 法術會有三個大重點 第一個重點要打臉外資 第二個重點要打臉外資 第三個還是打臉外資 有三個重點都是打臉外資 對 打的東西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說 你外資說什麼 我可能第三季 可能會不如打 人家每第三季出來數字 都是51.3毛利率 都是達到那個第二季 預測的高標值 都是 他三個都是高標 而且預估第四季的高標 還到53 對 就是打你第二個點 就是說人家展望會更好 而且那個毛利率 不是有人說 最近不是有人說會到50以下 人家都是到51以上 好 第三個是什麼 毛利打臉外資 對 展望也打臉外資 就是現況打臉外資 展望打臉外資 還有外資說 這個台積電可能這個什麼 這個全世界這個要下修 可能你的資本支出 那劉德英前幾天還說 這個三年一千一美金 他說他看來看去 怎麼覺得越來越不夠 對不對 所以今天不是說了嗎 日本的進度 第一個 三奈米是合乎進度 沒有像前幾天某個外資說 說三奈米 可能會抵抗 然後這個還告訴你說 時間點給你了 2022開始要漸廠 2024就要開始擴廠 就是開始要量產 對 雄本嗎 對 就是雄本 所以說這一切都是在 都是在它on schedule 所以說其實很好 所以今天 其實今天就是說 今天這根紅棒 本來就應該要有一個紅棒 如果說今天 這麼強力的台積電 還沒有辦法有一個紅棒 帶動大反化那就不好 那 風總他去日本 雄本設廠主要是要做什麼 是抽用晶片嗎 其實以台積電而言 他到日本有個好處 就是日本是很重要的 這種所謂原料的大國 像他之前前置韓國 韓國就受不了對不對 那我們台積電高階資程 又有這個日本原料的一個保護 對他來講是好事情之外 對日本其實意義更重大 你知道台積電 這次去的那個廠房 是誰提供的 是SONY提供的 那SONY為什麼要提供廠房給他呢 SONY為什麼 一定是要跟他合作 對 他那麼陰情幹什麼 因為全世界現在都缺晶片對不對 SONY不只是缺晶片之外 它一直念字在字 它總要從消費型轉到什麼 電動車 SONY也要做電動車 SONY之前有個電動車概念 其實那個車型 還真的還滿漂亮的 那也就是說SONY它本身要是想 一直想要介入這一塊 那它本身獻出了 這個所謂場地跟廠房 來讓這個台積電 趕快在日本加速來蓋廠之外 不要忘記 TOYOTA也來了 TOYOTA它有個子公司 在這個地方 它是日本最大的 這個汽車零組件的 這個製造商叫做電樁 它一直想要參與什麼 參與這個所謂的 這個新的廠房的一個 建設等等的一個項目 那因為TOYOTA你看 它本身你看 它最近也是一直 它跟這個跟美國有一個叫Jobby 這個非常有趣 它長得像直升機對不對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飛天 這個叫飛天電動車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就是說它已經具備了什麼 具備了這種自駕 跟這種所謂的一個電動車的 未來的雛形 所以說日本一直 就是去熊本就是要做車用晶片 是 它一直想要轉型就對了 好 所以我們回到台積電法說 剛剛你說打臉外資 除了毛利打臉外資 展望打臉外資 包括設廠的前景打臉外資之外 目標價外資再兼認錯了吧 對啊 你看 這個人家所有的外資 都是大概 就是大概高盛不用講 等於說1028塊 那其他大概都在700到900 唯一就只有我們這個大摩 大摩很奇怪 大摩就告訴你說 這個還要到580 大摩看到580 可是大摩大家不用緊 這樣才不會太超過 沒關係 大家不要緊張 我就舉一個大摩的 這個光輝的紀錄給大家聽 2019年6月15號的時候 大摩說了 台積電 華為轉單 高速運算轉弱 可能要調到219 那個時候台積電 也不過230 240 他說要調到219 結果從此以後 219從來沒有來過 一路漲 一路漲 超過600塊 所以說你 所以瘋開評我們來看台積電 換句話也就是說 大摩這次台積電目標價 訂這麼低 580 恐怕不會來 不用太介意 不用太介意 對 如果說只有他一家 他特別跟人家不一樣 那你就不用太介意 那我們來談台積電概念股 是在今天的主攻部隊 對啊 你看 今天你看 當然這幾個重磅的 當然都大賞 你看今天凡宣是 凡宣量登場怎麼辦 台積電的建廠 對啊 前一天量還很少 直接跳工廠 因為這個精采也是一樣 高價股 然後今天也是一樣 永光也是 對 永光 永光它本身也有 接著這個材料 對 那你怎麼辦呢 當然就是說 現在這些指標股拉上來之後 其實中小型 而且有投信著墨的股票 我覺得其實會更 就是看大作小 對 那其實你看這些 像我們說台積電風起 那其他的這個重盟有 這張股票我還記得 我在這個五六月來的時候 市場上面有人要提涨 叫中彈徵 你看今天漲停板 那今天這跟我們要提過 中華化今天為什麼會漲 除了它那個投機的性格算 它的什麼電子極硫酸 也沾到這個半導體的這個邊 它今天也跟著人家 來到漲停板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如果說 我們今天要考量到安全 又有EPS而且題材又夠紮實 我告訴各位 中華化為什麼那麼標 那麼腰骨 它以前是冷板燈 沒有人注意籌碼好拉抬 就要找籌碼乾淨清的 以我的研究員的這個傀儷 我跟大家講 那個電子極流傳 真的不是什麼太什麼獨特的利基 不是多厲害的東西 是 就是說 不是 只是說它以前沒有做 現在有做好拉抬 所以漲得這麼標 那我告訴各位 有一個比較更紮實的 永光是好公司 我很喜歡永光這家公司 可是它的股價 以前很頓 很牛 也跟著它 哇 最近標得很厲害 那我告訴各位 這家公司你絕對要看 它新化工 對 永光成立在民國六十幾年 這個成立在民國五十三年 這家公司是更老牌的公司 我們來看下面 要做什麼 我跟大家講 今天假裝是我講 你可能會覺得說是我講 我就把幾個重要新聞 我就再錄給各位看 你看 永光打進去台積電供應鏈 剩下三倍翻 這個是這個著名的報紙 你看 台積電為什麼能夠獨特的iPhone 它的祕密在什麼地方 因為先進封裝 然後這篇文章 這個雜誌裡面告訴你什麼 長新化工 本來它在PGP 光阻記這些東西 它3D IC封裝用的什麼 這個所謂的Mode Underfill 這個東西已經打進去了 這個封裝材料 台積電供應鏈 這就是台積電 為什麼能夠獨吃這個iPhone的秘密 來 這個也很重要 下個禮拜 台積電的餘溫還是會發揮 還有一項要進來 郭董對不對 郭董 來 M.I.H. 來 M.I.H. 我們台灣最缺是什麼 電池技術對不對 那現在開電動車的人最怕是什麼 電池爆炸 對 就是電池爆炸 然後那個里程焦慮 這個時間這個開 電動車你們不要以為說什麼 我到台中150公里 我現在這個上面有300公里 我還可以來回量 不是 你開電動車的過程中 你要耗電 有各種電子影音材料 你要真的有開過 你才知道 那個數字是不準的 我告訴各位 續航力很重要 它是做什麼 你看 電池 鋰電池的添加劑 讓電動車續航力 從300公里變成400 600公里 都不會出問題 它已經提供德國 日本 你看 台積電 M.I.H. 它通通都有提攤 好 那我們來看 股價的日K線好不好 你看 股價的第一檔 因為它是一家好公司 因為這是打了兩個晚心 對 這家公司很老實 它不會耍花招 所以它很少朋友自己 來 我們來超級比比 永關也是好公司 0.53 0.53可以比計30塊 中華化0.92是不錯 可是標大39塊 你看有 長期化工多少 1.53 扎扎實實的本業 36塊多而已 每期是1.8 竟然它到125 所以你說這不叫低估什麼低估 更重要是什麼 投信其實這幾檔都沒有買 可是投信在最近 剛剛開始買了1730張左右 所以說剛剛開始買的 投信概念股 大家注意 好 台積電概念股 是不是未來的主公布 對 是不是下週關盤重點 台積電概念股 可以買嗎 請舉牌 台積電概念股 台積電概念股 來 1 2 3 4 5 6 6票 那當然要來問問台積電 外資喊到千元 千元會來嗎 我這樣問會不會太遙遠 這樣奧門會八塊了 好啊 來 800塊的台積電 會來嗎 請舉牌 波段了當然 不可能名字就來了 這個就比較分歧了 有三票圈 三票差 還好我沒問一千塊 來 昌星為什麼給差 我就先看高點吧 其實連電之前也很好 不要看那麼遠 對 不要看那麼遠 先有六百 但六百可不可以買呢 現在六百可不可以買 當然啦 我覺得到六百機都有空間 就錢高嘛 我就先挑戰錢高再說 先看錢高啦 沒錯 不要看那麼遠 不要看那麼遠啦 不要看那麼遠 但既就六百可不可以買 對 六百可以買 剛剛既然談到了 今天最最關鍵的 是台積電的大漲 台積電一檔漲了兩百點 除了看我們已經看到的 台積電法說會的財報數字之外 那麼台積電在法說裡頭 到底有哪些沒告訴我們的事 好 大家都很關心 車用電子的問題 大家也知道在過去這段時間 從美國到日本 到德國都透過關係 拜託台積電要幫忙生產車用電子 我們都知道車用電子 本來就不是台積電的專長 好 可是台積電既然答應了 那當然他就要幫忙做 那他到底有沒有做 你看到經理位哲家 先跟你說什麼事情 他說有啊 這個我們已經很努力在做了 所以已經看到改善 而且告訴你接下來會更好 真的這樣子嗎 來 實際的數據 我們給大家看到 我給大家看的這個圖表比較特別 台積電一共有五大品牌 也就是說五種產品 第一個我們看到是每一季的變化 大家特別我把車用電子的部分標出來 就是這個紅色折線的部分 大家注意到正常情況 車用電子在第二季到第三季的時候 會進入淡季 所以你看到去年這個時候 是不是就衰退很多 可是你看到今年第二季 第三季 車用電子的部分 但在台積電的營收裡面還在成長 表示說照理說這個時候 我已經照理正常過去的季節性因素 我這個東西應該往下掉了 可是沒有 他還在繼續努力生產 這是第一個 來 再來看到第二個 就是他在整體營收的比重 我一樣把這個車用電子的部分 抓出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不是都在4% 可是也是要就我剛剛說的 因為第三季通常是淡季 所以你看去年第三季是不是掉下來 對 可是你看到 他一樣都是維持4%佔比 可是第一個 圖裡面不太容易看得出來的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本來消費性電子的佔比是比較高的 也就是說五大的產業當中 電子 特用電子 本來是他佔比最低的 在去年以前 可是現在他已經超過消費性電子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你不要看一樣都是4% 大家都知道台積電從去年到今年 他已經都成長了多少% 至少五六十%以上 我說累積的成長率 可是你看到 他車用電子的佔比都維持4% 不就告訴你 我車用電子 都一直維持在一個高檔的 這個生長率 我先檔得差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這個4%不是成長率 是佔比 那如果他營收大成長 佔比雖然表面上看還是4% 但其實它是大成長的 我們先提醒觀眾朋友 藍色的柱狀講的是智慧型手機 灰色是物聯網 黃色是消費型電子 特別是我們來看橘色的部分 橘色這個也蠻多的 這是高效運算 所以智慧手機 高效運算 物聯網以及消費電子 而紅色的折線指的就是車用電子 從它五大產品 可以看出它未來的重點 它的重心房在哪裡 對 好 所以顯然就在告訴你 車用電子絕對還是未來的趨勢 好 那講到車用電子 當然我們還要講電動車 電動車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特斯拉是龍頭 因為特斯拉目標太明顯 所以現在群雄併起 來 今天給大家介紹一台車 真的是超誇張的 電動車不用充電 你不覺得 基本上哪有可能電動車不用充電 怎麼叫電動車 對嘛 因為它太陽能充電 太陽能 你看看這台車多酷炫 就外型來說 它是三輪的 對 它是三輪的 好 那先跟大家講 你看它的車頂 基本上就是它的太陽能板 在正常陽光充足的時候 它的太陽能板 一天的充電量 可以讓它跑76公里 就日常生活上 當然綽綽有餘了 好 當然它本身既然叫電動車 當然還是有充電的電池 它如果把電池充滿的話 當然它有很多系列 最高系列可以讓你跑 1600公里 你跟它講 哪一台現在有怎麼走那樣 那是沒有車在頭的時候 就我們跟它本身有儲電 儲電 它也可以用一般的家用的 這個直流電去充電 只是要告訴你 陽光充足的時候 我直接我的車頂 就是太陽能板 所以它不用充電 但它還是可以用 我們家裡的直流電來充電 沒錯 而且在這台車子入門價 只要25000塊美金 更重要的是 我們過去是不是介紹過很多車 以前看到的都叫原型車 現在這台車 你看到的已經上市了 而且第一篇 聽清楚24小時完銷 所以它是量產車了 對 已經在市上生產的 你看到這台車子 你說這麼便宜的車子 性能應該不好吧 沒有 你看它的數據 告訴你 我最高的速限 有可以到177公里的時速 也算不錯了 再來就是 3.5秒鐘可以零加速到100公里 很厲害 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它車是碳纖維做的 而且為了降低成本 它有一些零件 是用3D列印的方式去做的 那你看這台車 再來你仔細看 這台車沒有照後鏡 這不就跟之前特斯拉一樣的概念 我是用感應的 你看到這麼一台酷炫的車 只要24000塊起交 那我在想它跟特斯拉的市場族群 還是不太一樣 當然 不見得會威脅到特斯拉 但有另外一輛車 可能會威脅到特斯拉 是 福斯的電動車 對 那福斯的跟特斯拉 現在在中國 兩個就是兩大龍頭 在PK 好 那福斯大概不甘示弱 那我輸得很不甘願 我畢竟我是世界大廠 所以你看到最近有個影片流出來了 什麼對撞特斯 就拿剛剛說的 在中國賣得最好的兩台電動車 福斯的ID6跟Model Y兩台對撞 那血比較厲害 好 對撞之後 當然就是一堆數據出來 我們在上禮拜有跟大家講過 Model Y是不是現在做一體成型 節省成本 可是問題是安全性而來 對這樣的數據出來之後 告訴我們 糟糕了 Model Y所有的數據裡面 只有一項影 就是大家看到畫面 我框起來的這一項 就是後座的乘客 所撞擊之後的受力 只有在這一點是贏過ID6的 其他通通都輸 尤其是最長的 因為兩台對撞之後 結果它的車門 Model Y全部卡死 連開都不能開 所以說在安全性上 人家就說了 傳統的這些車 車廠做的車還是比較厲害 尤其是你看到最近福斯的執行長 也出來喊話了 說你們這些員工 現在市場都在轉型 要做電動車 你再不努力了 你馬上就要被淘汰了 好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電動車市場是群雄併起 不再是特斯拉 一家獨大 所以容許帶我們來看 電動車概念股 這個時候可能也是百花爭鳴 特別是如果是群雄併起 那我們鴻海就有機會 沒有錯 其實下個禮拜 這個就是鴻海科技日 所以這個下個禮拜 可能接棒台積電的會是鴻海這個集團 那鴻海我認為優於乙勝跟廣宇 因為為什麼 雖然乙勝跟廣宇它是小型股 但是也因為是小型股 其實它已經事先人家進去 已經卡好位了 所以乙勝廣宇之前已經先漲一波了 對 已經先漲一波了 這種先漲一波 你後面要有基本面的支撐 要不然如果你沒有基本面的支撐 只是一個題材 我就比較怕下個禮拜科技日的時候 放一個煙火 利多出進 對 利多就可能出進了 所以我就不建議像這種 已經先行反應 有人先卡位的股票 那你再去追價 所以我畫面上有整理 九月份鴻海相關個股漲幅的比較 一旦漲了11.7% 國運漲9.2% 那鴻海相對落後只漲了3.3% 你不要先掃 這個九月份以來可以漲這樣 其實很厲害 我是說它比較少 對 它相對比較少 它不僅僅是比較少而已 就是說鴻海它有基本面 因為鴻海接下來 這個第四季的話 因為組裝 組裝的話就是後面業績會起來 那下面我們也整理像 芋龍 美琪馬和康普 漲幅也是芋龍相對比較落後 美琪馬漲了4.3% 康普漲了9.5% 那如果是芋龍跟鴻海 我認為可以買老大就不用買老二 其實這啦 芋龍一樣一樣 因為他們是一起做的嘛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 美琪馬跟康普 其實他們跟這個MIH的關聯性 就沒有那麼的直接 它跟電動車 對 但是他們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的財報不錯 跟乙生跟管理就不太一樣 就是說你後面有財報支撐的 一個股票 我認為比較有續航力 那我們就來談談財報 財報 基優股 特別是第三季的基優財報潛力股 哪些值得做關注 好 因為台積電為什麼大漲 其實有某種程度 要反映第三季的財報 現在個股的部分陸續公布財報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已經公布了 有一些還沒有公布 我就把我看好 第三季財報比較好的推薦給大家 技嘉的部分這個就大家最愛 大家最愛什麼 本益比給我最低的那種 這個本益比就最低了 因為上半年就已經賺了9塊多 第三季因為第三季比特幣大漲 所以第三季的毛利率也高 所以第三季EPS傷害4塊5到5塊 這樣的話全年搞不好15塊錢以上 有一些法人估到19塊 今天是這樣 現在股價多少 100出頭 所以喜歡低本一筆的 這種股票就比較有機會 再來的話 比如說像泰鼎 這個我講過 因為泰鼎其實它的業績本來就很好 第三季的單季EPS 可能也有機會到1塊半到2塊 據講這個是蘋果概念股 第三季的財報還沒有公布 不過我們估計 因為蘋果第三季大量出貨 所以零組件的部分 營收的部分大概都已經創新高了 所以單季獲利應該也會跟著創新高 核心這個股價有跌過 但是我看頭信好像開始買回了 第三季因為它的產品叫什麼 它的產品就是矽晶圓6到8吋 第三季有漲價 所以第三季我們估計獲利也會不錯 最後兩股票是聯冒 聯冒這個股價也是跌過 但是今天拉出了一根的紅棒 第三季的營收激增一層 因為CCL其實第三季是漲價 所以我們估計第三季業績也會不錯 好 看起來是跌過業績又好的 個股有機會 帶我們回來看紅海 2317的紅海 我們來敲一下紅海的盤中走勢 在今天是收在109.5 紅海各位怎麼看 因為下週一是紅海科技日 不只是紅海科技日 才是郭台銘的生日 所以他們在郭台銘生日 舉辦MIH科技日 紅海怎麼看 往上看嗎 空間到底有多少 我們先問 各位對紅海股價的看法 請舉牌 樂觀的給圈 好 通通給圈 那我們就要問空間了 來 楓總 紅海的空間怎麼看 我覺得紅海不要預設 不過它不會飆 不會飆 對 我覺得 你說這我們又冷掉了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 我很期待 我覺得很東西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MIH 他只注意到硬體 你知道嗎 其實MIH 它明天 我期待 禮拜一 對 明天 禮拜一 還有個東西還沒有出來 就是它已經可以做到 LV4的等級 所以說如果它今天 它展現出來 有跟著相關的訊息 我認為紅海 特斯拉都沒辦法到LV4 它有在發展 它只是沒有量產出來 它其實它這紅海 它已經目前有跟 那個所謂的一個零化 已經有做到那個程式 所以紅海 禮拜一除了看它的硬體 還要觀察它的緣體 但空間不會太大 我覺得如果出來的話 就會快速把它 再把它往上再投入 要有更新 更刺激的力度 來 老師呢 我也覺得 基本上 郭董說兩百塊 可能暫時先不要閒 我沒去想那兩百塊 對 但是我覺得 短線一到兩層的空間 應該是有的 好 我們談完了 電動車警戒來談談 這兩天最熱最夯的新聞 是什麼呢 就是 中國很有可能 如果想拿下台灣 現在短期最大的目標 是為了半導體 甚至有人曾經發表過 非常多的評論說 中國對於台積電 能不能拿到台積電的製程 產量 以及技術 他們非常期待 所以老美一直說 台積電有可能有 政治地緣風險 甚至有人說 因為台積電會引爆戰爭 當然各種說法都有 但是 中國想要自製晶片 如果沒有台灣 恐怕很難辦到 其實今天很明顯看到 IC設計類的股票 前一段時間 真的是被大家 不但被打入冷宮 直接踩在腳底下 還要抹它兩下 尤其是聯發科 從9月29號以來 外資賣了超過一萬兩千三百張 將近大概在一百億台幣左右 而且今天還是在賣 但是我們卻看到就是說 今天整個IC設計族群 已經開始醞釀 一些反彈的一個契機 而且像聯發科 它是破底翻 對 破底 然後翻上來 那是跌身大反彈 對 那包括智元 尤其是今天宏觀 也一口氣拉上去 剛剛我在講 智元爸爸的時候 導播好像沒Cue到你的臉 那我們就再Cue一次 對 他不知道那是我小孩 他最近是表現得非常好 成績非常驚人 但是身為父親的我 其實也沒有太驕傲 因為我們還是 很謹慎樂觀的在看待 廢話不用再講 所以IC設計這個地方 那基本上我覺得 在這裡一個重點 就是說聯發科其實最近 跟AM合作這個 所謂的光影的這個概念 追光 把它追光的概念 把它引入到 這個天機系列裡面 那追光這個技術 一直都在這個電腦版裡面 如果手機有 那是很驚人的 為什麼 如果我們仔細看 這個畫面當中 有看到一個影子 一直跑來跑去 那一個是一隻鳥的影子 所以如果你沒有 光影追蹤的 這個功能的話 坦白講 你看不到鳥在天上飛 你沒有那個影子 它不會跟著動 甚至如果你仔細看 光線 其實太陽光進來 有一些強弱的差別 這個要去懂得做 這個晶片要能夠做到 光影追蹤 才有這樣的一個效能 這是第一個厲害的地方 第二個部分是 在我們講這個 無線晶片新平台的部分 聯發科又再繼續發表 Wi-Fi 6的部分 兩個新 一個新品 那更重要的是 它整個市占率 直接就是第一名 現在它是老大哥了 遙遙領先荷蘭的恩智浦 那你說什麼高通 博通這些 就不用談 就是落後了 就高通跑到第三去 對 那當然剛 這個沒有看在眼裡 這個 但是基本上 我覺得最重要的 還是這個研究機構的 一個講法 就是說 基本上 為什麼大陸 對我們的這個產業 很有興趣 好 我們來看 全世界呢 在高階製程的部分 有62.8 都在台灣 所以換句話 台灣掌握到 半島地最先進的製程 沒有台灣很多出不了貨 對 那你如果說 全部好了 譬如說我們把 各種製程全部一起看 我們是在21.4嘛 大陸是15.3嘛 那因為他想要自製晶片 要做到70% 那現在是多少 差很遠 講到很怕人的 做出來是 笑死人 他說2025到70% 我看難度很高 現在他大概16% 所以他其實真的很 很珠惜 想要整個包起來 但是我覺得 對 包鬼 包鬼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這裡面有幾個 非常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 他們現在最高科技的 這個電動車 一台很驚人 我看到80萬人民幣 如果沒有我們的晶片 沒有辦法 他會有做一台80萬人民幣的電動車 這個應該是現在電動車的 電花板 要超越滿難的 因為這台電動車厲害到 你要下車你按一個鈕 車門通通幫你打開 而且它對於這個雨滴的感應 真的 如果有下雨的時候 它車頂就不會開了 這個有量產嗎 還是只是紙上畫畫的概念 沒有…真的有這台車出來 真的有 而且重點是 它的這個螢幕 它本來是三片螢幕對不對 你可以各自做 你也可以三片整個連起來 那這個沒有我們的晶片 能辦到嗎 其實有困難 第二個 我們在講這個手機 OPPO不是出了那個光學變焦嗎 其實它這個光學變焦 兩個非球面的一個鏡頭 跟傳統多鏡頭做一個對比 很明顯 當我的對焦開始在拉的時候 它的這個焦距很明顯 譬如說白平衡還是非常的好 光影的補充還是非常的好 可是你如果沒有這個技術的話 你整個會糊掉 這個是一個 再來最後一個 我覺得最驚人的是什麼 就是AirPods 我們仔細看畫面 這兩個都是AirPods嗎 不是 一個是假的 一個是真的 但是如果我在畫面上 我沒有著名假跟真的畫 真的分得出來嗎 實際上 那這跟台灣的IC設計有什麼關係 好 因為呢 這一個呢 這一個AirPods呢 蘋果賣了一億幅喔 山菜版賣了六億幅耶 靠的就是聯發科旗下的達發 現在靠聯發科 達發的晶片 對 但是當然會說 那你達發你只會做 做山菜 山菜 它真的現在已經切入到 AirPods跟Sony了 而且更有趣的是 它以前做山菜嘛 那因為很厲害嘛 現在還有人模仿達發 就是他去模仿做山菜的 還有達方的山菜 對 山菜版喔 所以很明顯 這個點就是如果 沒有台灣 這些可能要實現都很困難 沒有台灣 很多高科技產品 很多3C產品是出不了貨的 對 IC設計在今天出現破底翻 這是短彈 還是有波段空間 好 當然我們還是要講 真實的一個情況喔 我們就以聯發科來講喔 其實聯發科的K線 我們看一下喔 實際上基本上 聯發科上半年賺了33塊 可是我們怎麼去算 都覺得這個本益比很低 對不對 對 但是它的線圖就是很差 但是現在線圖就很醜 就是很醜 它就套這麼多 沒錯 沒錯 那 套到這裡 但是呢 如果它要達到 很好的獲利的話 以目前營收成長率 年增率喔 大概在20到30來講 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下半年的獲利 有可能比上半年還少 所以為什麼它跌 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要講實在話 這一波 我覺得你乾脆就不要講聯發科 你講致遠就好 是啊 因為你先問我會不會談嘛 對不對 因為你又不喜歡聯發科 我沒有不喜歡啦 我只是要回答你嘛 我要講真話嘛 就是可能談一下 好 那致遠 致遠還會繼續講嗎 你看這個強勁 力道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下面 你在哪裡講讓我們回顧一下好不好 坦白講我比較沒有像很多人 一直惦記著他自己講的股票啦 每天都要講說從哪裡開始講 從哪裡開始講 我們講了很多次嘛 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我會提醒大家 還會再漲嗎 因為現階段量整個都上來了啦 而且我們的收視率 這個全國第一 大家都在看這一支 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 你不要講那麼多廢話 現在還會再漲嗎 短線上我擔心說 漲多會壓迫啦 對 所以可能 等他回來測試這個 這個高點 這個位置有沒有 如果有撐 我們再來持續 好 我請昌星帶我們來看 昨天昌星 領星提醒 童 李 欣 結果童 李 欣 今天大漲了 童 呂 欣 我們在節目昨天特別提醒 果然大漲 對 我覺得通膨就是這樣嘛 你今天喔 整個物價拉上來的時候 買不到貨 先買什麼 先買原物料 所以整個漲上去 好 那現在已經漲上來了 怎麼辦 你告訴我怎麼辦 漲上來表示什麼 你要看是創新高還是第一根 今天很多都是第一根 甚至第二根 好 昨天你特別提醒的是 2009的第一桶 對 那今天第一桶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桶 你這裡有沒有 人家說 走就撐起來 而且今天找盤 這個其實今天買不到 今天大概這樣 來來 看盤中走勢 這個今天一開盤 五分鐘裡面 可能突然撐起來 就直接鎖上去 所以你如果九點五分前 沒買到就沒機會 對 你大概開盤前就要掛 不然就是衝上去了 而且你看它的這個日線圖 基本上它也是低檔 它真的是跌很深 那你今天心情應該很好吧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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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今天講 不是只有講銅 我們今天只有一天講銅 對不對 那鋁 鋅 鋅 其實都有機會 比方說鋁的 停鋅 這也是2358 好 我們來看一下2358 今天雖然也是 今天也是亮燈 也是亮燈 但是它是尾盤 它是買得到的 對 它給你買得到 然後最後才拉上去 所以這表示說 這個族群 我們說工業用金屬 現在很強 所以它的期貨創新高 這些股票 雨露均沾一起拉 所以我認為下個禮拜 如果在美元 還是弱勢的狀況下 這會繼續拉 所以銅鋁星還會繼續長 還會繼續長 而且裡面我認為 如果大家去看 銅的價格 基本上是最低的 所以同系列的話 我覺得都會有 最有補長空間 對 最有補長空間的 那其他的話 都會一直一直在創高